现在不能拍了 外里面都 这是外里面都不能拍啊 你是哪个部门的方式 你不要问我这些东西 你要表明 我也想你表明身份的 我正在电视台 您是哪里的 说一下 我就是这一 这一个商场的保安治安 我也可以那么说 我们现在影响我们的治安了 说哪听话 我可以强制 叫你们赶出去了 什么强制 赶出去 全部出去 不能运营拍了 这个商场 知道吧 你有什么权利 让我们赶我出去 我们现在把他上外面 如果你现在在商场内 不是在商场外 这怎么在商场内呢 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不是大门啊 这一幕发生在采访即将结束时 记者指了指安保人员 身后的商场入口大门 对方才作罢 6月1号 王先生开着自己的奔驰车 去杭州国方天街购物 在地库停车时 意外发生了碰撞 5点多左右 我跟我老婆就是开车过来 这里呢 停车位全部满了 有这么一个停车位 我倒进来 我的左后尾灯 撞上了他这个人房的 这个把手这里 车的尾灯外壳破碎 王先生这辆奔驰是2015年买的 落地40多万元 现场查看 这个车位没有编号 人房工程的大门 已经进入车位黄线内 车辆左侧尾灯部分破碎 王先生提供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其中写道 当事人王先生负全部责任 那我虽然我也有责任 但是我们商场里也有责任 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 个人一般或者说人们啊 记者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商场方面 工作人员记录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晚些时候 国防天接品牌部门回复 停车场符合杭州交警公共或专用停车场竣工验收标准 人房车位是可以使用的 事故判定为客户责任 对于此事带来不好的消费体验 他们表示理解 后期会制作停车指引提醒牌 并加强人工的停车指引服务 王先生不认可商场的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